歡迎你回來這裡是音樂廳光光 今天迎來的是首頁人的第三張專輯 歡迎你們 哈囉 嗨 大家好 我們是Night Keepers 首頁人 哇 第三張而已耶 我今天是抱著一種驚覺 竟然只是第三張而已這樣 我們當初其實也發了一些像電影啊 很多很多的單曲 對對對 因為你們就感覺一直持續有在市面上 就是 對 我們被單曲困住 想說如果用這麼多的劇變成一個專輯 好像也跟我們的概念會有點 喔 了解 所以我們硬要撐到 把概念融合成9個RE 然後變成這個新音樂才發第三張 這有點慢了啦 隔了4年 3年 但你會覺得慢嗎 就是其實對創作人來講 這樣不是一個很好的tempo嗎 我覺得講的比較現實面 因為我現在也是廠牌主理人嘛 然後他對於 溫室雜草前陣子才來 對對對 如果推Promotion的活動在海外啊 音樂節啊 大家就說 你不要拿那個2019的專輯給我們聽啦 太舊了 然後要新的 然後我想說 欸 很久嗎 我覺得對於當代的速度來說 這確實好像是一個 會在推廣上面有一點辛苦的事情 對 他們就覺得那就是以前的東西 心裡想說 不會啊 那個沒有那麼久吧 但是 對 這是一個特別的關係 不過這些歌都是你們在這段時間 比如說上一張玩才開始創作的吧 應該不是吧 有一些RE是我在去年的318世界睡眠日的時候 當第一首讓我廢 然後被那個草中的四軒一起改編 對 然後變成一個我們真正想要頹廢的樣子 從那個出發然後慢慢 每幾個月就寫一個歌 然後到年底的時候覺得 所以很適合在冬天的時候跟大家補啊 第三張專輯 這倒是 而且剛剛序章講到RE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專輯叫retune 然後它也是因為每一首歌的英文歌名 其實都是RE開頭 對 因為其實這也跟其有一點關係 就是本來我們想要 一直在想說 如果我們裡面有像是recover relax 放鬆啊 或是像是repair 陰影面積修理自己的心理 那到底哪一個字可以代表9個RE 那其有事你要不要說你傳檔案的事 我們其實一開始想要設定它叫retune 就是回來這樣子 對 一個掉頭 但是我們歌曲做完在傳檔案 我在命名的時候我就 Key錯字了 我就打成retune 拚錯 拚錯了 但我就傳過去了 所以你反而是因錯得福這樣 對對對 然後序章看到說 這名字也太酷了吧 不然把它當成專輯名字 因為我的文案裡面 沒有人的身體其實會走音嘛 我們有時候脈輪也會失調啊 或是什麼東西 身心靈那些 我已經聞到聖母的味道了 對 因為我想很多這種 所以我想說人竟然會走音 那這個tuning 我們平常在做製作人就會去tune東西 那覺得我們要retune 就是重新tune一次自己的身體 所以這剛好這9個RE 就是這個retune 重新調音 重新調平 對啊 你的這種意識度是高的嗎 就是對於自己跳出來看自己 有啊 就覺得我現在海底輪在走音 因為好幾天沒有健身的關係 對 對 因為我的健康 我好像理解你在說什麼 但是 其實我意識的到 但是我不會想去改變它 對 我覺得好像透過休息 或透過某種反常 它就會回到正軌這樣 這可能是另外一個境界 因為我現在還處於一個很興奮的 想說我意識到它 比如說我的喉嚨唱歌卡住 我就瘋狂的買海水藍寶 買到破產 我上次也買了一顆石頭是 也是喉嚨 然後是金曲那天我塞給劍齊的 我說你今天要回答一萬個問題 這個石頭放在你身上 我偷偷跟你說它根本不信 我每一位已經送了它超多個 然後他說欸好啊謝謝 那我要拿回來 然後我想說 還是給葛大哥我也比較好 對因為我現在就是 比如說大家要好朋友要 因為我覺得到某一個年紀之後 其實送禮物已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就是很難真的很難送 我明明知道你缺什麼 或是我知道你根本不缺什麼都很難送 對 對這就是很困難 所以我後來覺得水晶或石頭 它就是帶一種祝福的意思 它是一個最好的答案 早就被你發現 我們現在才開始做這件事 難怪大家很迷這些東西 有機會有時候會送人家飲食啊 其實智琳研究很多啊 你就是聽了看了很多 你自己最喜歡什麼石頭 智琳本來是 你本來是信 相信這個力量的嗎 我應該說 因為我小時候住 住在比較多石頭的地方 就花蓮嘛 所以小時候會就是自我 沒有意識的收集 但長大之後是因為 序章的介紹 才開始真的對 這些東西有 比較特別的感受 你知道我很喜歡延暗欸 真的嗎 因為延暗不會 身上不會需要拍掉那些 沙子或什麼 但它又是一個很海岸 對那邊石頭特別多 但現在不能撿了 是嗎 對 就是有那個法令是 你不能再回家 你可以拿起來 你可以撿 但是你不能帶回家 我總就是可以 可以玩但是不能拿走 對對對 國家財產 對 而且海邊的時候的 有一種特別的力量 它是被海水淨化過的感覺 所以你在就是很心裡煩躁的時候 去海邊走走拿到石頭 然後跟他靜靜的跟他對話 其實是很有效果 你是誰啊 怎麼會講這種頭 我說真的 我沒有騙人 我覺得你簽約的時候 你都是不是有這些話術需要背 怎麼被發現 戴血都沒有這個 對很強 內化人 對啊很厲害的一段談話 對 但是跟這個專輯有點距離 有啦有啦 對這個我覺得不管是你們 或是以這次的音樂類型來說好 其實我不會特別認為你們需要 調整什麼風格 或是去做什麼奇妙的突破 我覺得在你們身上這件事不成立 他就是應該一直這樣下去提供他 本來該有的服務也好 或是本來就需要的人自己索取也好 聽到這個蠻鼓勵 因為我們其實一直都想要做indie folk 就是他一定要有木吉他 所以專輯裡面第一首到最後 最後一首我都是自己彈木吉他 中間可能佳穎他們也加了一些 其他的吉他音效元素 那我們奇怪是 以組合的方式嘛 所以我們建立這個架構 那這次比較特別就是士宣 他也是跟主王民講一樣的話 他想說其實我覺得你們不要去硬要做什麼 好像故意很酷或是什麼 假跨界的東西 他要我們用indie folk把歌詞還有 腦中有一些名字 我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我有我有 我有就好 沒關係沒關係 私下了解 了解所以你們就是打算希望自己 也應該是透過這次你們也更確定自己 其實就是要往這個方向去 因為我們的聽眾其實喜歡 喜歡木吉他的聲音 其實如果你們要跨界你們就做單曲就好了 就他不需要成為專輯裡的內容 像那個該死的阿修羅是自明唱過最暗黑迷犯的歌 最炸裂的歌曲 是 那放在專輯就放不進 就沒辦法 OK 這個待會想給大家聽的歌是香苑草原 對這個我很常很常聽 對很喜歡 就在發行到現在 本來發這首歌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小差距 就是我帶著四圈去所有的數位平台開會 我們走進了Apple Music走進了Spotify還有KKFOX 然後我們自己太喜歡這首歌 我們一直推這首 因為他們喜歡什麼捨不得出來的陰影面積 這些比較 可以理解 對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是什麼阿 然後四圈就說啊這個是什麼 然後他們說 嗯喔 我懂 滿頭問齁 但是Apple Music喜歡 果然我們在某一個平行宇宙裡是 對 可是Apple Music不但喜歡 他還把這張專輯就是選了 最近的那個台灣製造的前53首歌 喔好棒 還是有博樂 所以那時候四圈就覺得 欸被療癒了 對對對 那當初這首歌在創作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他的形狀 因為這是你跟四圈一起寫的 對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兩個 為什麼要做這張專輯其實是從捨不得睡開始 我們都有半夜 不管有沒有累都睡不著的問題 嗯 第三張其實這是第三部曲嘛 你到現在睡眠障礙也是很嚴重嗎 喔我現在好多了 看起來應該比較 因為打拳擊跟練健身的關係 喔讓白天累一點 對那他比較嚴重 因為他有時候會想很多 那我們就把這個經驗 決定寫一些歌 那校園草原是有一次跟他聊天 他說欸 學長我覺得這 我們都覺得這行業好多人都好假 嗯 然後但是又必須要在行業裡面 好像是一個草原 大家都可能要看起來彈效風生 或是笑得很開心很燦爛 這個我好像可以略過了耶 就是我指的事我已經可以 我可以看著他發生這樣 然後就當作沒有看過 類似佐尾金又有出的概念 我們是躲避 就是我們減少交際 然後做自己的事這樣子 喔我最近社交度也好低喔 好低好低 你怎麼可能 我不想我真的我一直在避免 跟你們錄音的同時 其實我本來有一個朋友 心居落成 然後我就跟他說喔我不過去了這樣 但我其實到處都會聽到 欸那個我 比如說像我認識展榮展瑞他們在日本遇到你啊 他們說欸我好像 因為喝醉了 好像遇到你朋友耶 然後好像我在什麼 好多國家都說 欸我看到朋友走光瓶耶 應該是你自然就會被大家認出 我覺得剛好前陣子 因為我都是去跟音樂相關的活動吧 可能音樂界 或一些音樂人愛去的酒吧什麼的 覺得好像你不用社交 但是他們就會自己發現你 現在比較會躲 對現在比較會躲 所以回到這個歌我就想說 那時候我們把這個歌寫的很幽默 然後也沒有批判 他就是在草原無比的就是 模仿青春電話物語的那個長大的成人版 對 而且印出了人身上蓋滿了張 好像你的某種自傳 對 感覺有一種自戰式的紀錄 因為我們一直被標籤說 我們現在是屬於誰的 或是我們現在怎麼了 那現在這張專輯在發行之前 我記得我好像早見期喝了一個 六個小時的下午茶 天啊 我就問他說我真的要做這件事嗎 然後他就是 他就變得好像朋友 反正就略過聊了那些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我要做這件事 所以我那時候學習香菸草原 是給自己一個結界啦 就是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是有時候你看的太可怕了 這個蠻有趣的 聽聽這首歌 這是香菸草原來自首越人的新專輯裡面 序章跟詩瑄一起完成的創作 歡迎你回來這裡是音樂聽光光 在大部分的作品裡我們會討論到 編曲的編制 但是這首歌是在創作的編制上 很大的一個作品 所謂的共同創作有時候很有趣 大家可能很困難 那這首歌的過程呢 首越人的新作品 Retune 我最近外出用餐 那你們還一直討論歌詞 因為我們一起寫的歌詞 就是在某一天的凌晨四點 徐章突然打電話給大家說 我睡飽了我們來寫歌詞吧 天啊 哪有這樣說我睡飽了 我是都沒有睡 好恐怖的老闆 然後你就聽起來很high 睡飽還是很high 是怎麼是你突然想到一個主題 我覺得這首歌叫Retune 然後它是團員在講一些 可能以前我們有一點點吵架 對 或是我們就是有一點金曲魔咒吧 那時候 或是那時候大家對產業疫情 好像可以大放異彩 但是又被打回 不能怎麼樣的時候 我覺得那件事情 其實一定要團員一起寫歌詞 才有辦法度過這件事 所以他們大概不曉得我的想法 因為你參與的比較多啊 當評審或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你越接近某件事 你就會對某件事越有 我就覺得那就是 期待或落差 或者說那時候 我就覺得那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如果一直入圍 比直接得獎 好像這些作品跟工作人員 講這個有點誇張 這些工作人員 反而可以一直不斷的被看到 但是我的感想 也是入圍比得獎重要 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你們不要怪我 我是真的這樣覺得 我覺得 只要一直入圍 但是 因為獎金也不多啊 或者是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就是說如果一直入圍 其實你的工作人員 就會在這段時間 數位啊 或是媒體會一直注意 那 我們很希望工作人員被看到 所以我 你知道我前幾年 常常被問 到今年都還有 常常被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廣播金鐘的事情 這樣 但因為我自己是超級 放超後面 你很鮮啊 我就超級放超後面 就是他們會報 但是我沒有意見 這樣子 然後我也沒有那種期待說 今天要公佈了 或是 今天公佈沒有這樣 對就是沒有 我的感想就是 好像不是 這好像不是一件 屬於我的事這樣 而且我覺得你應該 是超越了 大家如果 如果你沒有一直持續 廣播金鐘 你就要被頂 你就要被更改 節目內容的那種 喔 我前幾年 前幾年在想 大概這 尤其這一兩年嘛 過40之後 我就已經在想 退休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我不要做 這個行業做一輩子 就是我想要 對我想要有 當一個在 喜歡的 因為 做娛樂或做音樂 可能我很喜歡 所以我想要讓他很有彈性 所以我就想說 那在我今天幾個幾禮拜 去沖繩看房子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可以住在一個 很Rough的地方這樣 對 因為我想要去開 深夜食堂 那我覺得我們以後 就有地方都一次 因為我上去沖繩 我覺得我除了苦瓜之外 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會啦 因為他都是苦瓜 但因為他觀光客的導向比較重 對 然後我就想要做那種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 幾年前 疫情前我去沖繩 然後有一個伯伯 跟就是一對夫妻 然後那個店裡 那個感覺已經七八十歲了 然後我們就是要 喝醉酒 要吃個炒麵什麼的 那狂灑味精喔 就狂灑這樣 氣到 對那個雞雞粉狂灑這樣 然後那料理酒 狂灑味靈 就亂弄 那種 但東西就會很好吃 你也會記得那個味道 因為隔夜長起來 口乾舌燥 對對對 太難忘了 這輩子永遠都會記得 但你會記得這對夫 我幾個禮拜前去的時候 他們已經不在了 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 疫情後大的改變很大 對 我覺得那段時間改變很多 所以我在想的就是 像 在這樣子的經歷過後 你還要維持某種狀態去 保持創作 我才覺得這個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可能本身 大家都有不同的分身 好像 有時候 我自己還要當Session 或是電影 然後會去絕對 因為你也會去做別人的音樂 對 像是當Band Leader 或是演出 然後我覺得 這樣回來看 做自己的樂團 其實是幸福的 因為我們可以 比較開始 今年 這一兩年 比較可以自給自足 就是 反而在疫情後 養得活自己 我們好像街道的商演 或是被海外音樂節 海外的拼盤 需要的程度很高 對 海外的音樂節也 也多啦 對 但台灣可能 就是海外的 量比較大 比較 錢比較農 生存 這樣對不對 對對對 我很理解 剛從香港回來嘛 然後上次又去了上海跟杭州 然後就覺得還有新加坡 準備要去馬來西亞 就覺得好像 這些地方他們聽到 我們有一點洋派的indie folk 他們有感覺到 所以我每次去他們的節目 他們都很熱情 我就覺得 好像 有一種以前做的事情 現在開始被理解的 這個感覺 包括這張專輯 就是我們會 想說用一個比較 慢慢的方式 是 那為什麼Retune這首歌 決定是英文詞 是你本來就設定了嗎 還是你們一起討論的 一開始智琳在唱的 我們在唱Demo的時候 Demo的時候 就是英文的狀態 喔喔喔喔喔 所以就讓他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有點 就是基因已經決定是這樣 後來就變了 生長出來就變了 我懂了 他就是一個混血兒這樣子 對 而且我們想要讓 就是不同 就是城市的人 可以帶著聽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其實Spotify 或是各種 串流平台上 很多國家的聽眾在聽 所以 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保有一個 能夠讓大家聽懂的歌詞 我懂我懂 佳穎呢 這首歌對你 或你對這首歌 Retune 因為畢竟你也參與了創作 你剛剛也講到一半 對 我覺得我只是這首歌的那個 後補地方 什麼後補地方 就是缺哪幾句歌詞 然後再補一下 沒有你幫我們寫了 整個副歌都是你的idea 是嗎 喔真的 回去看一下你分到百歲的比例是什麼 有 用這個來決定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也是在最後加了一個 另外一個木吉他這樣 對 就是最後 這首歌最後一段的小彩蛋 對 不過這樣專輯木吉他的份量 其實蠻重蠻重的 對 他絕大部分都是這個呈現 你有想過要讓他不只是木吉他的聲音嗎 還是最後聽完歌或是做完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對 其實有 就是因為其實感覺這整張的概念 是有比之前的音樂再更簡化蠻多的 對 所以可能在過程之中 我可能有想做一些什麼設計的全部被打槍 都是楊士軒 不是我 因為他這張專輯士軒很主導 然後我第一次讓自己沒有角色 就是任由他控制的 你受得了 喔因為我站也一個好好唱歌的人 你受得了 我本來受不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其實他 我相信以你的個性應該是誰 對 我本來會對作品很控制 但是我發現他真的算是 欸齊軒你說 他是不是可以猜中 我覺得小偉看起來有點太快樂 對 因為他都猜得中我們 剛好那個月續張也比較忙碌一點 在那邊有其他band leader 然後剛好跟四軒一起做的音樂 因為他是貝斯手 對 然後因為我是鼓手 鼓手跟貝斯手就天生比較容易搭得起來 對 因為節奏是你們兩個人在 他就很快樂 所以我個人是鼓手 他就這首他就很快樂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一起做那些製作錄影的時候 都很快可以get到對方的點 所以那些編曲或者是音樂都很快的完成 然後續張他們就可以來很安心的唱歌 對 就很快就把這些作品 用一些我們以前沒有出現過的聲響 就把他做出來 我自己是很希望這張專輯可以讓四軒被看見 因為他這段時間他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他蠻迷惘的 我找他做Fresh Music的典禮的音樂總監的配樂 還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他生命中好像很 沒有一次是經歷一張全專輯的製作 那張專輯我們就這樣子鬼混了好幾個月 必須要生活在一起 但是做全專輯的製作其實很很為難 就是他可能需要在不控制什麼的情況下 控制很多東西 所以他其實是有控制 然後我們其實是喜歡這個控制 我們好像字頂有沒有覺得 哪一些是你感覺很特別的 我覺得他看起來好像每一件事都覺得蠻特別的 對啊 趕快趕快 我是覺得就是四軒的加入 可以讓整個進程非常有條理 跟就是按部就班的完成 所以我覺得並沒有說 因為要很敢 希望能在今天把專輯做出來 而感到我覺得很痛苦 在做製作過程中是蠻有趣的 而且稀少到不一樣的新的觀點 嗯 了解 接下來我想給大家聽的是五金打彩 對這也是在專輯前段的歌 那他看起來是一個很慢的歌 但其實聽起來是有節奏感的 果然 對啊 其實我要不要介紹一下 這首歌這首歌其實那時候在 最一開始我們在聽demo 我覺得這首歌普普通通這樣子 後來做完一輪之後這首歌又出來了 然後這時候在聽這首歌 又有一種 那種 給人一種 明明是因為鍾成陽也彈吉他 就覺得 也有這種事 對小楊 其實這次也有蠻多編曲人加入的 做客座 對 所有人的一貫 對反正這首歌就是後來就覺得 這首歌在整個專輯裡面 給人家一種清新 然後不用很特別要打起精神 一種律動感 就那種感覺很特別 就是被王菲的那個半圖被影響 喔是嗎 對所以我想說 雖然我們主唱聲音不是那樣 但是那個精神可以是 回歸到 逗我以前幫他做專輯 或是張塔東那時候 他們很 好像有一種天然的ㄎㄧㄤ感 但是又是流行音樂 對 雖然我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 這個精神是我想要就是 第一次 帶給大家的 對 那這樣我可以懂欸 我覺得有往那個方向去 雖然我真的也還沒有做得很好 我自己覺得 但是這個是我的一個自禁 我也不怕講出來 沒事沒事 我們來聽聽大家怎麼覺得 好不好 聽聽無精打采這首歌 這是首越人的新專輯裡的作品 歡迎你回來 這裡是音樂聽光光 這是你可能很熟悉的 讓我廢 但它是一個夢遊的版本 然後 我聽到這首歌 剛剛下前奏的時候 我就 誤以為我自己人可能在下北澤 或自由之秋在哪裡 這樣子 對對對 是這個 對自由的感覺 我之前看一個日本那個旅遊 就是 有很多推播 IG的推播會介紹你美食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看到 就 你往後點就會點到一些 住在當地的人 或是什麼的feedback 然後就有一個住在夏北澤的一個學生 他就說 他怎麼樣都要住在夏北澤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 完全上街可以穿拖鞋 並且不用整理頭髮 對對對 就是他有一個 呃 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很自在 嗯 對 倒不是說要自由到什麼程度這樣 但就是會很自在 但那個自在其實是 嗯 不好做的 像我們用band去做出這個自在 很容易會炫技 嗯 那那時候我們在編制我歌的時候 其實他 就是 有一點 我也開始給了很多reference Joy Division啊 或是什麼 Broken Social Things啊 對 那後來其實 也不太像 就變成我們自己很原創 我有時候也蠻感情用事的 就是我去逛街的時候 我也是去逛到那個二手店 然後現在很多是在那種棋樓 就賣的那種 他可能不是真實的店鋪 嗯 他是那種pop up store 就大概一個月就在那裡 然後就去逛 但那衣服會賣有一點點貴 然後他 下一首歌跳出Alban Leaf的時候 就買了 我就付錢 我也是 對 Alban Leaf也是我 對 幾乎是千金 而且我是跟Hush一起去 是Hush提醒我說 他在播Alban Leaf 我覺得Hush Hush Hush的品位跟他寫出來的歌 就是可以是拆遣兩個不同的世界 對 他現在人比較濃一點 酒精濃度比較高 對 現在酒精濃度比較高 以前比較清新這樣 上次見到他的時候 是他金曲獎拿獎的那一天 我們在慶功爺 然後我覺得他 他輕盈很多 對啊 像我們這種老朋友 我就覺得 就是很替這些人 終於可能 我不知道有沒有曾經有證明自己的階段 但我覺得現在的首歌 有 蠻嚴重 這些事情 我都覺得好像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都覺得 好我理解我們都已經走過那個事情 那你覺得你自己經過的階段 到現在心的這一張 你自己覺得你擺脫的是什麼 我擺脫的是人際關係 以前會覺得被誤解的話 我一定會趕快約很多人出來說 真的不是這樣 為什麼要亂說我 了解 然後現在就覺得其實 好像每天都有這種的事情發生 然後沒有去說 大家還是朋友 就真的就是永遠的朋友 我現在對這些事採取的方式是 我自己主動要看才看 就是譬如說我的訊息跟我的臉書IG的通知 我全部都關掉 就是那個橫幅啊 包括你開電腦的時候 右上角會有那個通知跑出來 我全部都關掉了 就我現在要看我才看 這好像是種境界 就是一種很棒的境界 沒有就是你夠累就可以了 他很多事情要忙 我覺得很忙的人這些事情就 因為今天開場牌 太忙了 我大概我只有給自己卸定說 只有我的artist打電話給我 我才要接 因為我希望 我是第一線要面對artist的困境 常常文跟我講過一樣的是 他說他這幾年已經可以看著 手機在他面前想玩 他不用接他 他說他辦得到 不管是誰 我們以後要開一個 對手機無感的聚會 我們一起抵抗他的方便性 但我們卻要使用他 這只是拿來使用 由我本來想主動才主動 最後我想要了解 你們自己各自在這個專輯裡面哪一首歌 可能他的重要性是高的 這個重要性不見得是你覺得最好聽 或是你覺得最感動或什麼 他可能對你有某個意義 或是怎麼樣的 對啊 志玲先來 我覺得是香菸草原 為什麼 因為我 我認為就是 我們很需要這樣子 就是真的很認真去 也不是很認真啦 就是 因為我們感覺這個社會都用一個很正面的狀態去面對社會上的所有一切 好像一定要最棒最好才能夠就是表現出你就是人活得好好的狀態 但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要真心的表達出自己心裡面那種 我不喜歡這樣子相冤的感覺 就是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希望大家可以多聽這首歌 對 但有時候其實你自己不要就好了 嗯 我的感想是就是你自己不要這樣就好了 對別人要這樣沒關係不要妨礙到你就好 嗯 我也在努力 小偉呢 呵呵呵 我覺得我就是 剛剛我們聽的那首 Retune 喔 因為這首歌就是像續上講 他就是我們其實就是可能 不管是朋友啊同伴啊 會可能經歷一些以前的摩擦或炒掉 但在那當下可能不會有結果 嗯 但就是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一年一年的 的過去啊 他可能就會有一些很明確的出口啊 或是指引 然後大家又會又回到那個樣子 對 Retune是一個再適合不過放在最後一首的歌 嗯 他那個位置放的有夠好的 對 非常非常 對 所以我自己是最喜歡那首歌 然後他又最純粹 對 他沒有一件很複雜的東西 對對對 同意 你續唱呢 我喜歡陰影面積 嗯 因為他就是很典型我們在雙組唱的基底之下創作的歌 然後他也不是和聲 就自領可能會用一些嗯啊的聲音來 讓男生變成一個唱的方法 對 然後 因為我自己很多隱影面積 所以以前收集大家睡不著的訊號 這次是收集百名幾百個網友的 那個壓力真的超級大的 因為你是一直在承載所有人的 對所以大家都一直投稿他的陰影嘛 對 有些人很簡單吃香菜會受不了 杏仁茶 有些人其實有家暴或是小時候的霸凌各種 那我要看多很多故事 那這個MV已經快要拍完了 我們就要把這個故事拍成一個陰影面積的集合創作的故事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我經歷了半年 所以我一定是喜歡這首歌 我覺得我們都要學習馬來摩喔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幽默的插圖畫出來 不管陰影面積多大 沒有你破哏了我們的MV其實就是 這個方向 用這個方向 沒關係播的時候應該MV已經上線了 所以沒有關係 但是沒有關係我覺得今天也 耗雷一些好玩的 可以可以 天啊好爽喔 對佳穎 那我選離線時區 那這個歌就是其實之前已經發過了一次 那這一次有一個新的版本 就是有加入一個特別的樂器是手碟 然後我們有跟一個就是手碟藝術家 叫做沛媛合作 然後我們是在那個錄音室裡面即興做出來 然後他被叫做聲音療癒師 對對對 因為他本身不是樂手 這有趣的點是因為他其實不會打病 所以製作人士圈跟周翰就是錄音室 他必須要引導他可以真的像一個session去錄這個 但他也是學習到很多東西 然後是加影編的手碟的音 就是寫好但是他是用即興的方式做出來的 那真的蠻酷的 OK 那講些雲啊天啊宇宙啊 要可以把它拉回來趕快錄音 對 我前陣子在跟那個王先生在做許富凱的新專輯 然後因為有一首歌是我寫 所以我就很想要去干擾那個編曲這樣 然後王先生就說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要還是加什麼嗎 我說有分鐘聽起來很心酸或是很怎麼樣怎麼樣 就形容出一個這世界上都不可能找得到的樂器這樣 我有看到你那邊PO文 對就是那天然後最後沒加 王先生說我真的找不到 王先生說你先發文 超可怕的是你那天PO那個文的時候 我們就在錄這首首碟 王先生在我的大間的旁邊 然後我那時候還跟許富凱在小間聊天 然後就說他在做這張專輯 是同一天 因為他在我們的後面一個要準備錄的 會不會就是你那一首歌 跟忠岳老師嗎 就是沒有他自己跟王新聞老師 那應該是補錄 補錄Vocal的時候 OK 你敢講這個我覺得有種太巧合了吧 好毛喔好煩喔 對好但這些巧合都很棒 那最後我們就來聽這個版本的離線史曲 因為加入聲音療癒師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態這樣子 雖然他是一個發行過的歌曲 但還有一個新的編曲來介紹給大家 這樣那其他的歌再找機會在節目裡介紹給大家 好啊很期待 謝謝你們來 謝謝 今天開心滿滿的能量 下回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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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你很討論 好 每一杯 都不然 五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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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